總統啊 賴清德總統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總統啊 Where is the president of 賴清德 It's gone 不見了 他就是民進黨的主席啊 沒有 我經常看到賴總統 他昨天 昨天軍旅他也在代表中華民國國人 跟政府歡迎有幫的總理 總統發動抗議 並號召各機關共同反對 國會通過的重大法案 可能被使為獨裁皇帝行為 他是皇帝啊 逼王啊 他是逼帝王 逼王啊 他不是President 你追隨賴皇帝 一起加入追殺在野黨的行列 他一聲音下 調動行政院 調動監察院 調動立院黨團 一起追殺在野黨 讓台灣變成一個紮紮實實的 獨裁地製國家 委員你剛剛跟林部長說 欺負韓院長就是欺負立法院 剛剛你那一句話 對總統不禮貌 對是對國家不禮貌 我提出複議是因為自愛難行 既然他沒有過 我認為從憲法上 他就是違憲不可行 你提出複議就是違憲 憲法規定你要接受啊 You got to accept 你就接受法律啊 憲法有賦予行政院長提出複議的權利啊 複議代表你不接受啊 憲法有賦予行政院長提出複議的權利啊 你覺得不能接受啊 兩位長官好 首先 我記得在外交委員會 國務委員會 我對林佳龍部長 我給你耳肉了 謝謝 按照check record 過去的學經歷 耶魯的政治博士 當過台中市長 當過 立法委員兩個都有啦 當過交通部長 等等的 反觀我們現在的左院長 就是跟我一樣 楊春立委做完 一路做 做一個民進黨代理主席 一段時間 不是代理啊 報告委員 那不是代理 那是選出來的 選出來的 好選出來的 好選出來 一般來講 社會評價其實林佳龍 為什麼你當院長 他當部長 他心裡不平啊 我那時候問他 我沒有能力去當外交部長 我那時候問他 他說心裡不舒服啊 他這樣說啊 那個位子本來應該 總統和院長的邀請 承擔重量 因為喔 政國會沒有位子 把林佳龍 擺盤無奈擺在這裡 好 既然你要擺在這裡 他的引擎做事情 該有的做法都做 最近的一件事情 我對林佳龍院 林佳龍部長 口供力院長 你看 我心裡都認為你當院長 我對你的尊敬大一半 我對你評價的好感 大幅降低啊 因為你卡韓國瑜啊 坐在那裡 你是看他不順勻是不是 有沒有 我有共推韓院長做董事長 對啊 為什麼開始給他怎麼穿小鞋呢 基金會的執行長 盧葉宗 政大外交系的系主任 他也當過民主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五年了 結果你們硬把他幹掉 請問你下一次什麼時候給他提名 報告委員 我們尊重民主基金會董事會的決定 沒有尊重 你副董事長 你一手在那裡扔啊 你在那裡扔啊 很清楚看得到 現在國外的駐台單位 他們對這事情表達嚴重的關切喔 好幾個國外的駐台單位都說 What's going on TFD嘛 TFN whatever TFD Democracy 為什麼執行長沒有辦法產生 請問有沒有接到 駐外台灣 外國駐台灣的單位給你的關切有沒有 經過我們查證喔 那是一個假訊息啦 沒有 沒有 美國的NED也沒有 沒有 你知不知道 請問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世界民主運動大會 今年在那裡舉辦 你都不知道啊 我心不在燕啊 你心裡幾乎什麼種問題啊 在韓國舉辦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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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位 你都一個一個拜訪了嗎 我就是不可能啦 因為我一些委員工出比較忙 其中有一身這麼大身 你們要一百塊咧 有 我有跟院長的隨乎有留號還沒有安排上 有嗎 沒有嘛 院長我沒講錯嘛 沒有啊 你心裡啊 被卓榮臺的憤怒轉移到韓國瑜的身上 我替院長叫去 如果院長有空我隨時一定會去跟院長請議 老實講啦 我當這麼久的立委 部長來不來我都無所謂 但是他是院長不一樣 你不去院長看 其他委員你都去看了 院長不去看 什麼意思 瞄示國會 瞄示院長 報告委員 我有去看院長喔 我知道你有看啦 看了兩次喔 所以就因為他可以去看 所以他當院長 你當部長 報告委員啦 我有請院長的隨乎幫我聯繫啦 因為這個時間上沒有辦法排好 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心不甘情不願 那這個事情我每天去站著等著他覺得碰得到啦 還碰不到的 那我以後跟委員一起去 這個喔 你不用看我 我不是外交委員會的 你要看院長 院長是國防委員委員欸 所以你看昨天才就有當院長 你就沒當院長 差在這裡 結果民主基金會做什麼你也不知道 今年的世界民主運動大會在哪裡 在約翰 你是吧 你也不知道 你是部長做假的 看許行貨的就在韓國 啊 三部魚三中啊 毛馬虎啦 雞肉啦 夾給你摸一下 這樣而已而已 你不知道 因為叫做世界民主高峰會的很多個啦 因為最近就是因為 以這個拜登為主 召開的那一個在韓國啦 你告訴我一下 我跟你說是跟美國一起的啦 你如果認為林部長確實是一個不可多的人才 你應該多給他鼓勵啊 而不是這樣子 在你面前真的沒有啦 沒有沒有 他就是我會講 他 我曾經幾次說 他是我們從有史以來 能夠用經貿的觀念 文化的觀念 去經營外交關係的一位部長 我們對他寄望都很深 也希望在這裡能夠發揮他的長才 在民主運動大會 WMV 這以前有在台灣舉辦過喔 今年度是在 今年是跟我們TFD跟美國NED 共同主辦 在2022的時候主辦過 2020年 2020年就要在於安理事保 11月20號到22號 你完全不知道啊 然後你要趕於民主基金會的運作 你是憑哪一點啊 就憑你叫林佳龍 不是 憑你是民進黨 不是可以講協議 因為2023年在台灣舉辦了 我有參與啦 因為那個總統主辦的身份 民主基金會的副董事長 只能夠舉辦很成功的這次高峰會 民主基金會的副董事長 後來到韓國 民主基金會副董事長是小於民主基金會董事長 董事長在這裡 你們的一路卡 時間也卡 人選也卡 你什麼時候可以幫兵 董事會的決定是 敦請我們韓院長 董事長主持 來這個提名 董事會會形成同意權 可以提早再開 你會以此董事會確定如執行長的人選嗎 可以嗎 那應該尊重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可以啦 我們下禮拜就召開 這個補起來 因為國外的主台單位已經動不掉 特別是NEF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動不掉 他說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是假訊息啦 那個有人操作的啦 就透過媒體放出來 事實上 我們跟那個美國的民主基金會 我們聯繫管道很好 你請回吧 我都知道 你只要想當官 想取代他 不好好認真努力啦 民主基金會 部長你聽我一句話 先不要走 部長 部長 先不要走 先不要走 你站在那裡聽我講一句話就好了 你每人用這樣來卡 沒問題 對不起 民主基金會錢不多 1.8億不到2億 我們立法院就好好伺候你們 同時伺候你們外交部預算 馬上就預算審預算了 我們看著辦 走著腳看著辦 這樣欺負韓國瑜 你看著好了 欺負韓國瑜等你欺負立法院 特別是欺負立法院的國民黨團 我們絕對全力坐在後盾 看著辦 好 院長 這個總統啊 賴清者總統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總統啊 Where is the president of 賴清者 It's gone 不見了 他就是 我經常看到總統啊 民進黨的主席啊 沒有 我經常看到賴總統 他昨天 昨天軍理他也在代表中華民國國人 跟政府歡迎有幫的總理 聽說我時間很短 我沒有講 叫你講你不要講話好不好 讓我把這個講完 因為我時間太少了 外面共軍鬧臺 總統大搞內鬥 根據憲法四十四條 總統有權力協調五院 那就整理協調一下 他不要協調 直接對幹 總統不見了 只見了民進黨的主席叫賴清德 結果呢 這個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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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欠的GPT 我們國公會發展出來的 他說什麼 注意看喔 他說 總統發動抗議 並號召各機關 共同反對 國會通過的重大法案 可能被使為獨裁皇帝行為 他是皇帝啊 安普羅 逼王啊 不是這樣子 他是逼帝王 安普羅 他不是President 你不要講話 我要講話 我就不會叫你偉大 因為你不是 你不是來清德 再看你 你既然喜歡講 我讓你來看一個東西 憲法徵修條款 第三條 第二條 第二條 你自己也講過啊 說呼籲不過怎麼辦 呼籲不過我就接受 沒有辭職的選項 你講什麼對不對 是 是嘛 但是 一句話喔 憲法裡面定得這麼清楚 原來47條 現在是徵修條款 改了 47條之後要辭職 徵修條款說不要辭職 但是要接受 既然你接受了 你還提什麼 實現 提台灣人格錯亂啊 先不要急 我的整體感覺就是 你追隨 賴皇帝 Apple Line 一起加入追殺在野黨的行列 他一聲音下 調動你行政院 調動監察院 調動立院黨團 一起追殺在野黨 讓台灣變成一個 紮紮實實的 獨裁地製國家 可憐啦 你可以講 給你講 30秒 來 你講 委員 你剛剛 跟林部長說 欺負韓院長 就是欺負立法院 剛剛你那一句話 對總統不禮貌 對國家不禮貌 我提出複議 是因為 自愛難行 既然他沒有過 我認為從憲法上 他就是違憲不可行 你提出複議就是違憲 憲法規定你要接受啊 你必須接受 你就接受 憲法有賦予行政院長提出複議的權利 複議代表你不接受啊 憲法有賦予行政院長提出複議的權利 你不能接受啊 複議是因為自愛難行 如果自愛難行的話 你可以提實現 但是你不要提複議 我認為自愛難行當然可以提複議啊 而且你提複議輸了 你不要下台 然後現在還提實現 後代一人會拿去 吃肝罵金 這個到底只是賴性德的小跟班 可憐啦 報告委員 總統 總統跟行政院長 總統跟行政院長 都照憲法的秩序來換 你應該支持 否則你就是反憲法 我跟你講憲法 四十七條 後來改成針對條款 你要接受 既然接受你提什麼複議 你告訴我提什麼複議 因為自愛難行啊 我認為自愛難行大院不接受 我認為違憲不可行 我請求司法大法官會議來處理 提複議你開一看嘛 你怎麼有臉在提複議 你都 不是 你複議都輸了 怎麼有臉提實現呢 實現給總統提 可以 總統提可以 對不對 監察議題可以夠了啦 那是說總統這樣不夠啊 而且老實講 賴清德皇帝 做了這事情是最壞的事 再一次用這種方式 來對總統不禮貌 我絕對不能接受 我講話你不要插嘴 但是你不禮貌我就不能接受 為什麼不禮貌很禮貌 賴清德皇帝很禮貌啊 從不到皇帝也更大 一個遵照憲法的總統 怎麼會被你稱呼為皇帝呢 皇帝啊 他行為就是皇帝啊 我們可以看喔 他叫監察院 然後大法官都是你們提名的 大法官15個人 8個人就可以開會 1個人當主席 7個人 4個人就可以決定 就把我們幹掉了 10個人推翻113個人的決議 我們的國外改革無法 民進黨的版本佔了4成 這個好好的檢討 我再講一遍 這個你不要回答 你這樣整理把表現 我對你的評價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你把自己製作件 製作件變成賴皇帝的小跟班 好我們來看 這個國防部長請一起上來 我時間是能少快點 麻煩請國防部長被選 孫小雅要離開之前AIT的 他講了一句話叫台灣人民 不要恐慌面對大陸一直包一直包 不要恐慌 但是不要麻木不仁 你不覺得我們現在在 邱部長一上來之後 沒有第一級耶 邱國正這個 要郭部長上來 沒有第一級 你只有自衛權的第一級 就是他打我們 我們在打他 一直說一直說 結果他們的軍艦來了 這個艦來了 鐵瑞兵來 什麼都來 我們這裡什麼都沒有 他居然搞我們的漢光演習 有一句話很有意思 院長你也要注意 漢光演習居然是最貼近實戰的 結果還講了一句話 說如果看到裝備故障 軍人的服裝不整 技術不熟練 大家要習以為常 可能台灣 中華民國軍什麼時候這麼 落魄 落魄 部長你們怎麼會說 另一個守則說 噴到這樣的情況 不要見怪不怪 這個我都感覺你這個風話只是 這樣講話只是討拍而已 你們官員講的 你們市長級講的 跟委員報告我們 跟在哪兒講 你們看那兒講 會不會很喜歡 那裡是最難的 很難的 做人 做人